中共密件 海外军事基地 背后意图被曝光 中南海线四大意象 专家预言 中共结局 借中共作战策略 强弱台军都有掌握 美国宇航局新紧密文件 相信外星人造访过地球 儿子被涉港独 袁勇一连夜澄清 爱国爱港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美国情报机构今年初得知 中共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港口进行工程建设 美方怀疑中共在秘密建造军事设施 此消息令拜登政府感到震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美方警告阿联酋政府 中共在该国的军事存在 可能威胁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消息显示 在美国官员进行了多轮会晤和访问后 该项目最近停止了施工 本月十日 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副研究员陈亮志 以从商港转为军港 战略支点与中国军力投射为题 分析了中共积极取得外国港口使用权的真正意图 陈亮志表示 阿联酋港口事件应该只是北京发展海外军事基地总体计划的冰山一角 因为是发生在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中东国家 让人好奇中共在国际港口的拥有与使用情形 究竟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近年来 中共大搞一带一路计划 导致沿线多国落入债务陷阱 进而将港口与机场等设施租借给中共 陈亮志说 过去几年来 中共很巧妙地运用一带一路倡议 夹带或掩护其在海外的军事建设与行动 从而发展海外军事力量投射的能力 朝向成为世界军事强权 预作准备 美国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 现在中共对国际港口的雄心远超过海上丝绸之路 很可能是将港口视为经济与军事双重用途的发展策略 达成所谓战略支点 以利中共军事力量的投射 陈亮志表示 中共强调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 是为了发展经济贸易之用 因此特别着重于能源与物资的补给运送 但实际上 中共却将这些港口用于海军船舰的停泊 维修与补给 从演变的轨迹来看 这些港口事先以民用为主 进而再转为军用 而一带一路倡议 是往会继续投射 发展中共在海外的军事力量 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据希望之声报道 早前有专家预测 19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内斗加剧的开端 果然在最近几天从中共极权题目后 透露出一些不正常的信号 甚至有学者认为 我们这一代或许看得到中共的结局 12月9日 人民日报在理论版刊发署名文章《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这篇四千字长文大谈邓江湖 却一次也没提到习近平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家公祭日接宠而至 也都分别传出异常 中国社会运动人士王丹13日在脸书发文总结说 这几天中国的政治气氛有点怪怪的 最近几天的北京有一些颇为不寻常的迹象 他列举出四大不同寻常迹象 除前述人民日报报道外 还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官方报道标题是 习近平李克强发表讲话 将习礼并列非常罕见 其次 国家公祭是中国官媒网页一律改为黑白色 如此隆重的场合 习近平却没有露面 也没有讲话 最后 官方近日在经济问题上的论述 基本都是在与习近平经济学畅反调 香港资深出版人严纯沟在脸书更直言 我们这一代或许看得到中共的结局 严纯沟特别提到中国糟糕的经济 说一位老乡私信告诉他 家乡教师已经被欠薪半年 这让严纯沟很意外 因为闽南有很多私企 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现在连福建 广东都不行了 北方省市可想而知 严纯沟写道 一年之前 谁想得到 连我家乡教师也要被欠薪 谁想得到中共又重弹 改革老掉 环境恶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 往后就是恶极如何蔓延 灾祸如何形成 结局如何降临的问题了 本来以为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中共国的终结了 现在看来或许我们看得到 严纯沟还指出 从前经济差 但外部环境好 美中建交蜜月 美国对中共抱有幻想 于是实时援手 处处容忍 现在中共把全世界得罪光了 让西方民主国家看穿了中共本质 最近党媒竟说出 习近平晚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江青那种重化 这句大话来头不妙 证明狂澜已到 大厦江青 日前 台湾国防部发布报告 因应2025年中共全面犯台 国军强化战力作法 报告分析了中共可能的攻台作战策略 因应中共的威胁 国防部表示 对于共军的犯台模式 强弱点都在掌握之中 报告指出 中共犯台的手段 可能包含联合军事威慑 联合火力打击 联合登陆作战等 中共可能在作战初期 采油盐转战策略攻台 以认知作战先打击台湾民心士气 另外 共军各舰队将赴西太平洋集结 拒指外军介入 对台形成战略包围 降低各国支援台湾意愿 并以火箭军 空军发射弹道飞弹 及巡翼飞弹 攻击台湾各防空阵地 雷达站 指挥所 对台湾各海滩 军事基地 关键要预 实施两栖登陆 空降与激降作战 不过国军评估 目前中共正规登陆工具仍然不足 且需面对国军固守港口 机场 共军不欲在短时间内夺战 登陆行动将面临极高风险 此外 国军与海峡天险优势 发挥联合节期作战效益 将导致共军补给中断 严重减损其登陆部队战力与持续力 面对中共长期的挑衅 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上将13日表示 国防部常年对共军犯台模式进行研究 强点弱点都在掌握之中 王信龙上将指出 中共若要犯台一定会有先行举动 例如兵力先行部署 前推等等 才会进行下一阶段战术行动 而国军都有将各种想定纳入演习 并针对各作战场景规划训练 王信龙还强调 中共官媒央视《环球时报》近日批评 台湾有人为了逃避兵役 改变饮食 让自己体重超标 免于征兆等 这是认知作战 并借此诋毁年轻人 是中共的一贯伎俩 据悉 立法院日前初审通过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 若全案三度通过 将授权国防部2300余亿元预算 筹获国造军备 国防部表示 国军无防卫空窗期 将于2026年前采购多项武器 搭配既有装备执行防空 反制 制空 制海作战任务 近日 美国宇航局公布了一份 长达181页的文件 文件显示 美国宇航局高层官员 相信外星人曾经造访过地球 认为政府应该向科学界公开讯息 调动科学家合作展开调查 今年6月 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144份 遭遇不明空中现象的案例报告和一些视频 11月30日 美国宇航局披露了共有181页的文件 其中 美国宇航局通讯部副主管马克·艾特金德 和资深科学通讯长官凯伦·福克斯 谈论了他们对UAP的看法 他们认为 这些报告的确不少 只是这些事件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能够录制的资料太有限 或者找不到其他证人 而学术界都是以可见的事实为依据 所以这些事件一直无法进入主流科学界进行讨论 艾特金德说 美国空军领导了一项 名为蓝皮书计划的项目 专门调查UAP事件 在上时期50年代至60年代 项目进展期间 共分析了12000多个案例 到项目结束的时候 还有700多个案例仍然被确认 俄亥俄州天文学家艾伦·海尼克后来说 被结案的案例数量 其实还不止这些 对于五角大楼公布的UAP报告 艾特金德认为政府严密控制相关资料的做法 限制了科学界对UAP进行公开的研究 甚至形成了研究UAP是一种禁忌的观念 政府应该把这些资料公布给科学界 鼓励各界科研人员投入合作研究 才有可能查明UAP到底是什么 2019年反送中期间 香港女性袁永怡因选择站在一边 遭到网友诟病 近日 她们的儿子张木彤 意外卷入港独世界 袁永怡深夜发文 带子盗窃 并强调全家爱国爱港 近年来 袁永怡夫妻二人积极北上发展 但其死正留港读书 据报现年15岁的她正就读位于港岛南区的香港国际学校 魔童不时在社交平台IG上传贴文和照片 13日她在该平台上玩你问我答 期间魔童的一个回答引发大陆网民不满 当被问到你在中国大陆吗 她以英文答道不现在不在 并贴出一张香港摩天轮的照片 意指自己身处香港而非大陆 她的回答立即被大陆网民指涉港独 还有大陆网民到其母袁永怡的微博留言投诉 14日凌晨 袁永怡立即在微博发出声明澄清 关于张木彤在社交平台 因为英语用语上失言造成了误解 我们及时发现并立刻进行了纠正 一对她反复强调了正确严谨的用词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袁更表示 是我们疏于规范她不严谨的表达 这实在是我俩作为父母之过 最后 袁永怡还特别强调 我们一家爱国爱港 支持一个中国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随后张志玲为这条微博贴闻点赞 而魔童亦将相关问答 在社交平台上删除